同学们好,我们学习所有者权益 这一章内容涉及失收资本、其他权益工具、资本攻击、其他综合收益、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 分数比较适中 我们看近三年的考点 影响所有者权益的事项是20年的单选、20年的多选 分配现金利润确认应付股利的10点是19年的单选 母公司为子公司承担相关税费的会计复理,19年的单选 其他综合收益的核算,19年的多选 19年计算分析题,18年的多选 当然实际上对于计算分析题 只是说题里涉及到有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 还涉及到一些别的章节的一些知识 我们这一章学习是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资本攻击、其他综合收益核算的一些内容 以及相关的一些会计处理 这一章今年教材没有实质性变化 我们这一章一共是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是失收资本 第二节是其他权益工具 第三节是资本攻击和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先看第一节 失收资本 有两个问题 失收资本概述 失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先看第一个问题 失收资本概述 失收资本是非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一般叫失收资本 那股份有限公司是用股本 它当然核算的是企业接受所有的投资 比如股份有限公司 那就反映到股本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那如果是非股份有限公司 反映到失收资本 资本攻击资本一价 那第二个问题 失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增减变动当然涉及增加 涉及减少 先看一下失收资本增加的会计处理 一个是增加的一般途径 把资本攻击转为失收资本或股本 就是增资了 那这个时刻资本攻击会减少 失收资本会增加 那对于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借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代方就代股本 非股份有限公司 借方资本攻击资本一价 代方失收资本 当然这种增资 对于公司来讲 还是有它的好处 比如说有的承接什么业务 要求注册资本得达到多少 才能承接相应的一些业务 你要不然就接不了 如果说原来的失收资本是五百万 但是像资本攻击的数可能还比较多 我们如果把注册资本提高到两千万 很可能这个业务将来接的就会多 所以有是这种转换 当然这个转换并没有影响到所有者权益的组合 这大家都清楚 那第二个将盈于攻击转为失收资本或股本 盈于攻击减少 那失收资本或股本增加 会计处理的时候 借记盈于攻击 代方失收资本或者股本 还有向所有者投入 这是接受所有者投资 这是属于一个典型的权益性交易 它不会影响到任何损益的权益性交易的概念 在前面也曾经都谈到过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非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收到的款项借银行存款 当然如果涉及到的是一些非现金资产 比如说存货 我们可能借记库存商品等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项税额了 那代方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要体现的是在注册资本中的份额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 代方代股本 那实际上是发行股票的股数 出现的差额 如果是当时代方实收资本 差额反映到资本攻击资本一价 要是属于股份有限公司 代方股本 差额就反映到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那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鼓励 那这种情况就是股本相应的会增加 一般的这种发行股票鼓励 往往是未分配利润会减少 所以借方利润分配 转做股本的鼓励 代方代股本 这些变化都不会影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的 那第三 是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行使转换权利 那这个问题其实在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 曾经都谈到过了 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把转换部分债券的账面价值全给冲掉 那账面价值里当然可能会涉及 比如说面值尚未摊销的折价或溢价 反映到应付债券的利息调整科目 那如果说是到期时一次关门复息的债券 这种情况比较少了 那还有应付债券应付利息 不管怎么讲 把账面价值转换部分都冲掉 如果说不是到期时一次关门复息债券 还涉及到有应付利息可以转股的话 那应付利息也要冲掉 然后要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 权益成分的供允价值 当时发行时是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吗 那转换部分对应的其他权益工具也要冲掉 代方代计股本最后差额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也会增加这个股本 那第四 企业将重组债务转为资本 那这一块呢 实际上也是与后面的债务重组内容相关 那债务重组里面 现在把原来的应付债务账面价值给冲掉 然后按照 底债的这一部分股份的供允价值 反映到失收资本 资本攻击资本一价 或者股本资本攻击股本一价里去 那这一部分股份的供允价值 和应付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是把它反映到投资收益里 大致是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那更详细的呢 应该是在债务重组里面 在进行一些具体的说明 我们第五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行权 这一块是属于股份支付 当时谈到的一些内容 对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如果行权了 如果说现在整个的股份 是白送给激励对象的 实际收不着款项 那我们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只是把等待期里面 我们往成本分影里寄 对应的资本公级 其他资本公级给冲掉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对于这种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每个资产负债表制 你要确认有关的成本费用 对应的资本公级 其他资本公级 那最后行权时 把它给冲掉 这个数字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它实际上按照最终行权的数量 然后是授予日权益工具的 公允价值 来进行计算 那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把它冲掉 代方代股本 差额是资本公级股本一家 第二个实收资本减少的会计处理 一般企业要是减资 实收资本减少 那就借记实收资本代银行存款 那第二个是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回购本公司股票减资 把发行在外的股票回购了 那按照实际支付的款项 借方借库存股 代方代银行存款 库存股它不属于资产 属于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抵减的项目 我们注销的时候 那把股本按照注销的股数 股本是每股正常情况都是一块钱 把它给注销 然后注销 假如说库存股的金额数 那比股本多了 正常肯定比股本要进行多的 我们要先充减资本公级股本一家 如果说它不足了 依次的充减盈余公积 还有未分别利润 如果资本公级股本一家不够 再去充盈余公积 还不够 那就是利润分别未分别利润 这是注销 那如果说回购价格低于回购股票的面值 这个时刻会出现贷方差额 因为你库存股数嘛 这个金额数比面值还少 借记股本 那是注销股票的面值组 贷方贷库存股 这个时刻 差额在贷方一定就是资本公积 股本一家 那下面我们看教材的利益 B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秒8年12月31日 共发行了股票是3000万股 股票面值为1块钱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现在是600万 盈余公积400万 经股东大会批准 B公司以现金回购本公司股票 是300万股并注销 这是说发行在外的股票回购 回购时候注销 假定B公司按照每股市4块钱 来回购股票 那股票面值每股市1块钱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账目处理 回购股票付的款项 回购的是300万 每股市4块钱 这样库存股的成本是1200万 会计处理借库存股 带银行存款1200万 然后接下来注销 注销时是带库存股 1200万 股本里面按照面值每股1块钱 所以借股本300万 那接下来呢 有资本公司充资本公司 这题里面给定资本公司股本一价的金额 不是资本公司全部 只是针对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那是600万 那我们充600万还不够 不够就充盈余公司 盈余公司这里给了400万 那400万当然我们就是带 借放盈余公司 还差300充300 如果盈余公司还不够 那就充盈分配利润 你再说盈余公司还不够 那你回购就有问题 你不能说我自己先满足了 债券人都不管了 那不合适 大致是这样一个顺序 那接下来把这题稍微再扩展一下 说假定啊 B公司以每股0.9元回购股票 比面值还低 那这个时刻注销时会出现代方差额 那代方差额就是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我们看要是0.9元回购 库存股的成本是300万乘以0.9 270万 那这样呢 借记库存股代方代银行存款270 我们注销时 股本肯定是按照每股1块钱去注销 那代方库存股270 出现代方差额30万 代方一定是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要知道这个问题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解答 说库存股是资产还是所有者权益 库存股不是资产 是所有者权益的背底项 实际上也就是说 当把自己股票买回来 我们应该减少所有的权益 减少银行存款 你要是用银行存款回购的 你想啊 发行股票时 我们是增加了银行存款 增加了所有的权益 咱们是借银行存款 代方股本 资本公司股本一价 那你把发行的股票买回来 是不是就减少所有者权益 不过我们减少所有者权益的时候 是不允许直接去充股本 那你股本这一块减少 注销要有法定程序 你不是说你买了 马上就充 就做法定程序 所以我们先把支付的款项 反映到库存股 那库存股就是所有者权益的 减检项目 等以后办好手续注销时 再去相应的去减少股本 当然库存股再去相应的充减 这么个概念 当然我们也看到 那你注销库存股时 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事情 比如说库存股减少了 你对应股本减少了 资本供给减少 盈余供给减少 未分利润减少 都是所有者权益 它并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阻隔 那大家不要认为库存股是资产 我们看第二节 其他权益工具 在这一节里面 要介绍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是其他权益工具 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 第二个是科目设置 第三 主要账务处理 先说什么是其他权益工具 说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 或者是作为实收资本 或股本的以外 那按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区分原则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那其他权益工具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权益工具 但并不属于普通股 或者反映实收资本的 这就属于其他权益工具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 其他权益工具 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科目 我们在可转换债券部分 是见到过的 在金融工具里也有所涉及 你像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时发行收款 是比正常一般债券要多 多的这一部分 又不需进行偿还 所以它又不是属于普通股 或者马上就可以反映实收资本的 又不是马上是股本 我们就是把它反映到 其他权益工具吗 那其他权益工具 会计处理的原则 主要就涉及到 如果是涉及分股利的 或者负利息的怎么办 在金融工具层也谈到过 说永续债也好 优先股也好 我们到底把它分类为是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 当时有过说法 比如说 我们要是能够避开将来付现金 你完全能够回避的可以是权益工具 如果你避不开的话呢 那就应该是属于金融负债 要是权益工具 别管优先股永续债 你说付股利付利息 都不让去影响净利润 它是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 说借机利润分配 代方代应付股利 那如果说分类的是属于债务工具 那这一部分处理 它通过应付债件合算 它的利息也好 股利也好 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是影响到净利润的 处理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要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就该资本化去 企业对于发行方 发行金融工具 涉及的手续份佣金 那我们知道呢 要记住到初始确认金额 如果说这一件事情 是属于金融负债的话 当然就会减少了 金融负债的 初始确认金额吗 那我们要减少 你要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发行的费用 我们要充减权益工具的金融 比如说 要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支付了发行费用 那你应该把发行费用 按照负债成分的公允 权益成分的公允 来进行分配 分到负债部分的 实际上是反映到 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里去了 分配到权益成分的这一部分 那实际上是充减了 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下面我们看科目设置 一个是应付债券 那这个科目 就说发行的金融工具 属于金融负债 那金融工具 可能分类为金融负债 也可能是权益工具 如果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并不属于普通股的这种形形 那就应该是其他权益工具 第二个是衍生工具 说对于需要拆分 且形成衍生金融负债 或衍生金融资产 比如在金融工具里面 曾经谈到过 你要是买入看涨期权 那我们就通过衍生工具 科目来核算 借方衍生工具 带银行存款 这属于衍生金融资产了 那如果说 签出期权的这一方 你要收钱 借银行存款 带衍生工具 它就形成衍生金融负债 第三个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说核算发行的 且嵌入了非紧密相关的 衍生金融资产 或衍生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 如果发行方选择将其整体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当然除了之外 交易性金融负债 大家也见到过 这是在金融工具的一张 短期融资券 那个大家见到过 大致知道一下 第四呢 是其他权益工具 这是这一节重点说的 说企业发行的 除普通股以外的归类为权益工具的各种金融工具 是权益工具 但并不属于普通股的 那就会在这里面来进行反应 所以说要发行的永续债 假如我们归类为是属于金融负债的通过应付债券核算 如果归类为权益工具 那就其他权益工具来进行核算 第三主要账务处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发行方的账务处理 第一个是 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 归类为债务工具 并以贪于成本计量 那这种情况跟发行一般公司债券核算是一样的 我刚刚也谈到过 要通过应付债券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那第二 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 归类为权益工具 比如我们发行的优先股 现在把它归类为权益工具了 那借方银行存款 贷方就是其他权益工具 同样发行的永续债 如果归类为权益工具 也是如此 借方借银行存款 贷方贷其他权益工具 归类为权益工具的 这部分后续的股利也好 利息也好 不要去影响损益 存续期间分的时候 或者要支付时 要通过利润分配来进行核算的 我们看 在存续期间分派股利 借方借记利润分配 应付优先股股利 或者什么应付永续债利息 因为永续债也可能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那代方应付股利 优先股股利 或者是永续债的利息 第三 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 为复合金融工具 那这一部分与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核算是一样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负债部分当时给大家也谈到了 你是复合的吗 里边既有权益成分 也有负债成分 所以发行收款 那应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负债成分的 那就正常的没有附带转换权 应该是收款收多少 但是由于复合金融工具 我们给人家债券持有者转股权 发行款项会多收一些 多收的这一部分是其他权益工具吗 然后第四 发行的金融工具本身 是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 或者内嵌了衍生金融负债或衍生金融资产的 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准则中 有关衍生工具的规定进行处理 我们这一部分一般不怎么过多的谈 大致知道一下就够了 那第五 是权益工具与金融负债重分类 实际上的概念 在金融工具确认计量里面涉及了 只是当时没有谈具体的会计科目 原则那是在那一章已经都说过了 那第一个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你看金融工具那一章 他说金融负债按照公民价值计量 那你把权益工具账面价值给充了 然后告诉这个差额不让你影响损益 它是作为权益变动 那我们现在看吧 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那把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对于应付债券应该体现的是它的公允 那应付债券有面值 公允跟面值之间的差 那应该反映到利息调整 所以这个负债部分一定是它的公允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它就是账面 差额是权益变动 放到资本工具 股本一架里去 知道这个事情 那如果资本工具在界方不足的 我们整个处理的原则都是依次要冲啊 说冲盈与工具重分类利润 再看第二个金融负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我们也知道所有者权益既确认计量依赖于资产负债 这个时刻 权益工具就是按照负债的账面价值来反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负债这部分 它有多少账面价值 那其他权益工具就按照这个数来进行反映 因此这种情况的重分类不会出现差过 它不像说其他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本身它是可以按照供应价值剂的 所以就会出现差 第六 发行方按合同条款约定赎回所发行的 除普通股以外的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那同样呢 也是有回购的问题 回购时也是先反映到库存股里面 所以借记库存股 其他权益工具 贷方贷银行分款 这是回购 等到注销的时候 跟前面普通股的注销也是非常类似 而我们现在把其他权益工具给冲了 那代方代际库存股 那差额在代方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还是这样的 那如果在借房的话 跟前面也是道理相同 你先冲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不够的话 依次盈余工具 未分配利润 然后发行方 按合同条款约定 赎回所发行的分类为金融负债的金融工具 如果有赎回的话 那你赎回把应付债券账目价值给充了 赎回的价格 应该比应付债券的价值可能要高 那偶尔也可能会低 要你自己赎回有可能要多付 别管高和低 差额呢 都把它进入到财务费用 第七 发行方案 合同条款约定 将发行的 除普通股以外的金融工具 转换为普通股 那现在转换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也大致谈过这种情况 那你把转换部分债券账目价值给充了 原来有过其他权益工具也得充掉 按照转换的股数 贷方贷股本呗 差额是资本工具股本一价 如果股数不足一股的 让负现金就贷方贷银行分款呗 最终的差额反映到资本工具股本一价里去 那我们看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交易或事项产生的差额中 应当记入所有者权益的事 说乃高吗 所有者权益里记 A 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价格 与负债供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那大家知道 这个差额是不是反映到其他权益工具 那其他权益工具就所有者权益 那就他就寄进去 我们再看B 企业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时 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供允价值之间的差 如果有这种转换 我们差额是代方反映到投资收益 这个没有说直接记入所有者权益什么项目 C 企业购入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支付的价款 与可转换债券面值之间的差 我们要购入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该分类为哪一类金融资产 那肯定就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当期所谓的金融资产 因为它根本就不能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毕竟里面它有转股权 不完全都是本金和利息 那按照实际支付的款项 反映到交易性金融资产里面去吗 当然如果涉及直接相关费用的话 那你记住投资收益 我们根本就不去管这个什么跟面值之间差额的事 所以与所有的权益没什么关系 第一 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实际收到的价款 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 那是反映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也没有说直接把它记住所有的权益 所以这题目A是正确的 那第二个是投资方的账务处理 我们前面说的是发行的一方 那现在是投资方 如果投资方您持有发行方发行金融工具 你要是对发行方拥有控制共同控制的核型企业重大影响的 你要执行长期股权投资计则 那达到控制的 还有涉及企业合并制作 那编合并财务报表的 还要执行合并财务报表制作 那知道一下这个事情就行了呗 下面我们看第三节 资本攻击和其他综合收益 在这一节里面 内容的资本攻击确认与计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与计量及会计处理 还有一块是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呢 它没有单独做过一节 而只是在这一部分进行说明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资本攻击确认与计量 资本攻击是有两块 一个叫资本溢价或古本溢价 那还有一块是其他资本攻击 对于呢资本溢价古本溢价 其实我们在前面学习的过程中 都见到过 比如在存货那一章 谈到接受所有者投入的存货 我们如何来进行处理 那对于 资本溢价就是投资者实际投入的资产 它大于在注册资本中享有的份额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于股本溢价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一些资产 比股份股票面值多的 那反映到资本问题的股本溢价 那先看第一个吧 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的会计处理 我们先说资本溢价 说投资者投入资本 按计投资比例计算的出资的部分 说在注册资本中享有份额 那是实收资本 那比如说 现在投资者 投进来的是一百万 我们现在的接受所有者投资之后 注册资本呢 假定是一千万 这一千万里面 它是占到了百分之五 只反映实收资本五十万 那你投的一百万 借银行存款 贷实收资本只有五十万 那差额就是资本公金的资本溢价 第二个是股本溢价 是说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是发行股票筹集资金 发行收款比股票的面值多的 就应该是股本一家 当然如果得到的是非现金资产 也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进行反应 涉及到有增值税该抵扣抵扣 最后扣掉股本的金额 反映的是资本公金的股本一家 然后对于发行股票的发行费用 其实我们在前面 比如长期股权投资的部分也都说过 发行股票发行费用 要充减资本攻击股本一家的 我们不要把它既当其损益 更不会说把它记录到取得资产的成本中 要分清这发行费用 那下面有这么一个疑难问题解答 企业如何对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进行会计处理 说对接受的捐赠和债务豁免 你要看情况 说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符合条件的这一部分呢 通常记录到当其损益 那比如说有人我们根本就不熟 到这边就捐赠了二百万 那我们也认可了 那就记当其损益呗 资予外收入 但是这种捐赠债务豁免 我们要特别关注 这也是考试的一个点 说如果企业接受控股股东 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或非控股股东 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看这个东西 就是股东 或者与股东相关的子公司 直接或间接代为偿债 我们欠人家的债务 股东说了 企业欠人二百万 股东说我给还 你别管了 但是他还完之后 我们这项应付账款 比如说 你要借应付账款 你要把他给充了 因为你不用还了 他代为偿还了 那这种情况 算他股东的投入 资本性投入 然后再比如说债务豁免 我们欠人股东 一千万 股东说呀 我不要了 比如原来在其他应付款里反映 冲了 借其他应付款 贷也算他的投入 资本性投入 或者说 欠人一千万 他说 你可以把二百万算了 那八万万不要了 那也算他的资本性投入 或者直接往企业里捐钱 说经济实质表明 属于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 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的 实际上是这种情况 那应当直接记录所有的权益 反映到所有的权益 资本公积里的 其他资本公积 或资本公积的 就资本公积里的资本一价 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算他资本性投入 我们看19年的一个单选题 二零某八年五月 假公司以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作为对价 自独立第三方购买了 秉公司80%股权 由于作为支付对价的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发生增值 假公司产生大额应交企业 所得税的义务 考虑到假公司的母公司 是以公司承诺 为假公司承担税费 假公司 没有计题因上述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税费 二零某八年十二月 以公司按照事前承诺 为假公司支付了因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税费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对于上述 以公司为假公司承担相关税费的事项 那假公司应当进行的会计处理是什么 A 无需进行会计处理 那本来我们自己要交的 结果现在不交了 比如说自己要交借记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税并交所得税 应该是这样子 B 确认费用同时确认收入 C 确认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 D 不做账务处理 但在财务报表付出中披露 那如果要是自己交借记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别人给我们交了 就是股东代交了 那实际上 我们还应该要把它作为费用来进行反应 只是代方不要再用应交税 应交所得税不用我们交了 代方应该是所有者权益 反映到资本供给股本溢价 或资本供给资本溢价里去 因此我们这个题目 应该是确认费用 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呗 这样的概念 我们再看17年的一个题目 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是说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上述交易 或事项产生的净资产变动 在以后期间不能转入损益的事 就是说哪个不能转损益 我们看题目 假公司为境内上市公司 17年 假公司发生的导致其净资产变动的交易 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接受其大股东捐赠500万 那这个净资产变动 我们反映到资本供给股本溢价 以后能转损益吗 那不能 所以接受大股东捐赠 不能转损益 你资本供给股本溢价 怎么能转损益呢 或者资本供给资本溢价 不能转 第二 当年 将作为存货的商品房改为出租 假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供引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转换日 商品房的供引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800万 所以我们看商品房改为出租时 供引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差额 寄哪了 因为你按照供引价值寄 是不是寄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要把投资性房地产对外出售了 它应该转到其他义务成本的 它是转损益的 不是不转 那我们再看第三 按照持钩比例计算 应享有联营企业 以供引价值寄良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集中资产债务工具 其实没有特别说明 那就是债务工具 我记得前面跟大家谈到过 他说以供引价值寄良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是权益工具的话 他一定会说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没说那就认为债务工具 当然比较好的可能直接告诉你是债务工具 说他的供引价值变动 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分额350万 我们看第一棒 说按照持股比例计算 享有联营企业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 因为被投资单位 这项其他综合收益 是可以转损益的 就是说把其他债券投资卖了 他转损益 所以投资方式可以转 其实这在长期股权投资部分 都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张有些东西是复习性质的 它可以转损益 再看第四 现金流量套机工具 产生的利得中属于有效套机部分的 金额120万 那如果我们这一部分套的是损益 不是说形成什么资产负债的 那是可以转损益的 因此C 那有效这一部分也是可以转损益的 不能转损益的就是 A 接受大股东捐赠 呗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实收资本的核算 大致知道一下库存股的会计处理 库存股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的抵减项目 呃 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了 到资本工具的股本溢价里面 或资本工具资本溢价中 好这以后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